大家早安 一早睡醒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海景 今天天氣不錯來韓館三天 今天終於放晴了 其實從這個前面這個飯店後面可以看到這個青森 天氣真的超棒的 然後不愧是新開的飯店 那床非常的好睡 那其實有一種很舊的飯店 你睡它的床其實會有一點塌陷 所以睡上去都知道 就不害好睡 這個才剛開三個月的飯店 這個床沒話說 讚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早餐的菜色 這邊有一個西班牙海鮮燉飯 這料理蠻好的 這什麼東西 全都是蝦子 這邊有一個小扇貝 然後一個湯 這邊有現做的披薩還有雞肉 然後也是用那個羊烤出來的披薩 其實我發覺它的早餐跟晚餐的菜色沒有差太多 如果你有看上集這邊菜色晚餐都有 然後這邊還有布丁喔 等一下來吃看看 這邊也有烤麵包 然後要自己烤喔 然後這邊很多四種果醬 然後這邊有甜點吧 大家自己看喔 我就不講有水果喔 然後這邊也有很多布丁喔 很多種類 我來咬海鮮丼啦 來北海道住飯店一定要挑有海鮮丼的飯店喔 海鮮隨你吃啊 這趟旅程我已經吃了第三次海鮮丼了 不要飄不要飄感覺好像在飄什麼 吃的是有一點這個 味覺有點疲乏了 大家旅行看到這個 我看到是 又是海鮮丼 吃看看新不新鮮 幫大家鑑定一下 新開的飯店 你目測干貝是什麼尺寸 這個干貝喔 這個干貝喔 不是不成尺寸 絕對不是業配 所以我可以隨便講 我老婆已經開始感受到當YouTuber的開心了 之前愛拍不拍的 看到影片愛上不上的 喔 卡尼味噌 我最喜歡卡尼味噌的 這邊昨天晚上那個卡尼味噌 也是有耶 他這個卡尼味噌 很 就是 喜歡吃的很愛 我覺得他很濃郁 然後有一些卡尼味噌吃起來會有點假假的感覺 而且很車 這個不會 對 對 好啦 差不多不要太多 我就 一試一試啊 這個也是要 一定要搖的 搖個一匙就好了 一匙一匙 我目測看起來 它的鮭魚卵的size 有稍微大了一點點喔 好啦 早餐 我就是吃這麼少啦 好 好 朝からこんなに食べるのっていうぐらい取ってきちゃった しかもいつも朝和食食べるんだけど これ洋食になるのかな 普段食べないようなやつ いっぱい持ってきました そしてこの水 レモンウォーターと こっち夕張メロンウォーター 夕張メロンウォーターって見たことない 珍しい どんな味するか飲んでみます うん すごい薄いメロンの味 うん うちは普通に うん すごい珍しい ってことで いただきまーす おかしい 来啦 我点的就比較少啦 其實 很多人問我 我什麼都沒有 吃這麼多沒有變胖 因為其實我只有拍片才吃這麼多 我平常在家裡面都隨便吃 不然就是忘記吃 今現在已經 吃到快73kg了 開動啦 這個海鮮的湯 湯頭不錯 這海鮮的湯比不錯 來吃一下AV 還行啊 中規中矩 它的搖卡和披薩 放在那邊 放比較久有點涼 它如果放一些保溫的燈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不過整體這個披薩 還是不錯 我的海鮮丼 這個是鮪魚 它都切成像一個骰子牛肉的Size 它這個鮪魚的品質不錯 蠻棒的 然後我最愛的 讚 卡尼米蘇讚 然後這邊有鮭魚 鮭魚就一般般 很飄 大家吃不到你還在那邊飄 大家在鏡頭面前是 來不了日本 然後看我在這邊玩 然後還在這邊飄 我太常吃了 然後這一集 絕非業配影片 我自己不喜歡來的 只是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經理 我們之前認識 真的是挑和 如果要業配請找我 業配請找我 不要再嫌我貴了 你們報價是很公道的 其實有兩三家飯店有找我 其實報的價格他們都嫌我貴 我們報的價格其實非常的合理 雖然是我自己說的 那主要是因為日本 在做YouTube這個 一個新媒體的宣傳 在日本方面 是比台灣落後很多 比日本這邊還是以雜誌 電視台 跟部落格為主 那他們覺得YouTuber 在日本的地位是偏低 比台灣低很多 所以他們都覺得 找YouTuber沒用 但是YouTuber很有用 請找我 觀光明年準備要開了 嗯 イカスミソーセージ あんまりイカの味はしないけど 珍しい すごい そして これは 冷水 あ あれ? あれ? どうしよう 男主拿錯 じゃあ このまま いただきます はい あ レン君いいの? レン君貸してくれ ありがとう レンスイコンスープ 它很濃稠,但它是很濃稠 謝謝 然後 生羽 好吃 媽媽,旁邊來嗎? OK 我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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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多久的吃了 我以前在拍攝的時候 我常常吃了 所以我太好了 我以為我吃了一個健康 但我會吃了好吃的東西 我會吃了很多的東西 很開心 蓮君 好吃 然後日本呢 看似是一個非常現代的國家 但是他在做生意方面 其實都是很傳統 那比如說這些飯店要做一個業配 基本上他們都會找觀光代理店 那觀光代理店才來找我們這些 俗稱的流量網紅 但是我們這種YouTuber 這種流量網紅 基本上我們剪片會 我們攝影會 然後我們又自帶自然流量 那通常從廣告代理店來 交到我們手上的大部分的預算 都會被廣告代理店拿手 所以廣告代理店都一直要跟我們殺價 殺到 殺到價碼比台灣還要低 所以比台灣低是不合理的 日本的薪水是台灣的兩倍了 一直殺 一直殺 基本上只要來殺價 我都不接 我都不去 自己來花錢 自己爽 來 新YouTuber 老YouTuber 還沒拍完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OK 老公 こんなに美味しいの一般のに なんてあまり食べないの? 因為啊就是 常常出來拍影片 大家也看到常常吃海鮮丼 烏泥丼 不然就是餐廳的Bathe 所以太常吃了 有點… 哈哈哈 もし私が食べても いつもこんな感じで食べると思うけど もっと食べればいいじゃん 鏡頭給我 不要說連我都吃很少了 鏡頭後面那個君佑都吃很少了 鏡頭後面那個君佑都吃很少了 對 我覺得太常吃了 對 不只吃我 對 私最近 色々食べ始めてるけど 全部いっぱい食べるから 本当にゆえらゆえ パンパンパン 完食 朝から一杯食べた 食べた 美味しかった 睡到這個 Jerry 這次已經是非常的 悠閒在喝咖啡 所以他吃得非常期待 淡定 蓮君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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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ご飯 何? 何? ママは納豆持ってきたんだけど これすごい 見て! 何? 色違うんだ 黄納豆 珍しい 中はどうなってんの? 同じ納豆 黒い すごい珍しい 待て待て待て こぼ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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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ぼれた ありがとう 本当に真っ黒 じゃあこれれんくん食べて 無駄 美味しいか美味しくないか 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納豆 いつもの納豆と違うから 今日は違う 大きいお口を開けて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しい? いつもと違う? 美味しい 美味しい こっちこっちこっち見て 言って美味しいか 美味しい 湯川 泡湯区 湯川 北海道 三大温泉区 第一名 就是定山溪 第二名 就是登別 這一個 這個 泡湯車是最有名 就是他戶外 有一個無邊際的 泡湯池 泡湯区 我們就去看一下 濃湯区 這個是洗澡的地方 日本人洗澡都要坐著洗 你不要站起來 我第一次進來拍 泡湯的地方 這個新開的飯店 比較需要有人幫他們廣告 比較阿沙里一點 不然通常都是拒絕我的 剛剛講的 北海道 三大溫泉区 定山溪 登別 跟這裡叫做 航管的 湯川 然後這一個飯店 溫泉最有名 就是他最新蓋好的 無邊際 泡湯匙 我角度比較低一點 看到沒有 是不是 就是無邊際用池 前面就是一個 清津海峽 你邊泡湯呢 還可以邊看這個 海景 然後呢 左邊看過去 就可以看到 本周的青森 非常的清楚 大家在鏡頭應該都看得到 然後 右手邊呢 凸出來那個海角 就是 航管山 在這個泡湯匙很舒服 然後呢 然後呢 後面這邊還有一個 檜木的 泡湯匙 然後這邊有一個 韓管的壁畫 然後這邊有兩壺湖 來囉 我現在就是 第一人蹭視角 齁 整個無邊際齁 以後呢 在這邊泡湯呢 還可以聽到這個 海浪 在拍打這個 沙岸 的聲音喔 非常的棒 非常的悠閒喔 不要忘 混著喔 阿 那這間飯店我覺得非常不錯喔 一破二十喔 那我這一次來入住是平常日 那是一個人不到一萬日幣喔 真的非常的超值 那我不知道疫情過後會不會漲價我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住就是不到一萬日幣 那大家常看我頻道就知道 我最近開始在住一些飯店 主要呢我在為我明年這個旅行社是在熱身狀態 就是我會實際住一些飯店 那住完之後我覺得不錯呢 那才會開始跟這些飯店談一些旅行社的合約 那我住的滿意 那我才會帶客人來住 那這間飯店非常的棒 等一下就要跟他的經理談一下這個 這個給一些漂亮的價錢 雖然我不是上市旅行社 那價錢可不可以比照上市旅行社 我努力喔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這一次北海道飯店開箱成功 拜拜 拜拜